很多消息的就是騰訊 今天會公佈業績的 不過現在大家都未必只是關注它的數目 我們現在看看大概消息層面上有甚麼要更新 市監總局昨天就發佈了 《禁止網絡不正當競爭行為規定》的公開徵求意見稿 規管那些科技企業不可以利用算法去影響用戶的選擇 現在問你短期而言去估騰騰訊的走勢就比較難 因為其實近日走了麻麻 還有昨晚ADR已經穿了430元 大家估計第二季non-gap的盈利大概升9% 但在中長線來說 你覺得現水平騰訊是否值得吸納呢 還有今天盤數你覺得既然數據上 大家都未必是決定投資的主要因素 你覺得最主要是可以留意些甚麼呢 是的 你說這次份業績 當然之前增長是怎樣 都已經不是市場最關注的焦點 但當然如果你說突然之間的增長 都真的有個明顯的放慢 甚至乎更低於90% 市場都會有些比較負面的看法 但更加重要是望實他們管理層 在之後的Analyst Call 究竟會有甚麼的言論 因為近期有這麼多政策 都是盯著騰訊或者這些大型的科企 特別對於騰訊旗下 譬如去遊戲業務 跟著去Fintech平台 另外廣告業務 都可能因為有很多線上教育 或者是一些電商的平台 近期的生意都差了很多 都有機會令到廣告投放會少了 管理層我覺得都有機會發表一些言論 究竟他是想穩定投資者的預期 還是怎樣呢 這個是要留意 還有也要關注 因為騰訊在今年年初 很有一個紅塘大致 他當時就希望繼續要投資 放多些錢去搞遊戲業務 新業務 另外一些直播 還有短視頻的業務 但是這兩個範疇 現在這幾個月就正正成為 內地的監管層要打擊的業務之一 所以你問我會不會騰訊 在經歷了這幾個月 發覺整個政策面上有這麼大的轉變 那會不會都會調整之前定了 那個投資的取向呢 會不會可能 之前想著可能燒100億的 現在會燒少些 洗少些 就盡量用回現在這一套的模式去做就算了 未必說會再加大 特別就是直播 還有短視頻這邊 你看到好像快手等等那些平台 其實這一段時間都很慘的 所以你問我騰訊 今天來講出了業績之後 管理層怎樣去展望 還有對於之前定了那些投資的計劃 會不會有些調整呢 這個是關鍵 那如果你說真的去想著 接下來投資方面是保守一點了 不會再扔太多錢下去了 那對市場來說就未必說一面倒是這麼負面 是不是因為之前大家最怕 就說你不斷這樣燒錢 那你本身的盈利增進又放慢 大家就開始調整你的股值 那如果你說你現在不是的 在投資上面審慎一些 就希望都是一個穩守為主的 那可能對市場來說 反而是一個好消息 那所以我們都妄實究竟這個言論是怎樣 對市場來說 對市場來說 臺灣有時候會不會有所思考 Edmnipation 臺灣有時候在努力的 臺灣有時候在賞內 臺灣有時候會立在 好燈子